開放接種第六輪 預約的人數不如預期 現在有立委爆料 中華郵政他竟然用 最速箭的公文 要求鼓勵員工 預約接種高端 這難道是變相的 逼民眾打高端疫苗嗎 在野黨就怒嗆 打國際疫苗的高官 好意思嗎 中華郵政更是怒吼說 我們要打AZ和莫德納 高端即將大規模接種 但沒有第三期 臨床試驗的疫苗 誰來打 政府將腦筋 動到國營事業身上 立委爆料出示公文 中華郵政竟然用 最速箭發函各等郵局 要求鼓勵同仁到1922 預約接種高端疫苗 器的工會嗆聲 沒有國際認證疫苗 不排除巨發五倍圈 過去AZ也好 莫德納也好 你有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通知鼓勵嗎 高官們都打 國際認證的疫苗 但是卻要基層員工 打沒有國際認證的疫苗 高官們真的好意思嗎 這個不就是 此地無因三百兩嗎 如果中華郵政沒有在拍馬屁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這樣的話 同仁出來音量 要不要去配合發這個 五倍見的事情 打莫德納或BNT 因為高端無效 誰要你去打 還有網友爆料 自己沒有登記預約 高端卻也收到高端 接種簡訊器的直呼 真的很誇張 明明只登記AZ與莫德納 去發簡訊 要他們去打高端 怒轟著行政作業更低端 當你一進到系統 他都會自動勾選 甚至現在有外國人說 他根本在登記的時候 就沒有高端 結果他也被通知要去打高端 這是一種強迫中獎 硬要讓數字好看的一種做法嗎 我們民眾只剩下最後一條路 這一條路就是用公民投票 我當然知道時間會耗很久 但是除非我們要採取 武裝革命的辦法 有醫師發起公投反擊 要求撤銷高端EUA 雖然緩不濟集 但至少要讓政府聽見 人民聚當白老鼠的聲音 解綜格報導